你今天是不是没吃早餐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下去的时候 我觉得你应该会比我早起 但是我下去的时候 就是早餐我看了一下 就是全都是没有动过的 因为没心情 为什么 你不懂啊 我在意就会没心情 就会接受结议 因为我下楼坐到那儿的时候 我发现你那个位置是空的 我知道 昨天晚上有可能 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就是你知道 也会有那种失落感 你可以叫我一起吃早餐 我不想叫你一起吃早餐 为什么 比如说我叫你一起吃早餐 最后你又不来 我就会更难受 我不能再看到你了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知道风泽这个感受 我想你自己愿意来选择我 而不是好像我 在推着你来选择我 对 对 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结果呢 就那俩一起吃早餐 有什么的 不行 就是我见你见得越多 我就会更加没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我就会更多一点地喜欢你 我不能这样 因为这样会让我没法控制 因为这样会让我没法控制 我讨厌自己失控 你懂吗 认真的男生很可爱 嗯 但我真的觉得你 其实因为我变化很多 从第一天 其实你到最后你都没有发现 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很直接的人 有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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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时候会很直接地跟我说 就是 对我的那个喜欢 我能够感觉 我就我能看到了 哎呀 所以下一阶段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反正下一个阶段 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 下一个阶段的要求就是 你再就行了 你为什么会觉得下一阶段 我可能会不在 我不在 你跟谁去约会 我会跟你开个玩笑吗 你看我这个当真 哎呀 可以开个玩笑吗 其实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 告诉你就是 就是你只要在一下都可以